請問一下 接下來有關生殖週期這個部分 這大概是這張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把內分泌系統這個部分 要套用在生殖週期這個部分 生殖週期基本上主要是要談那種 生殖的前面的準備階段 在人類當中基本上會受到內分泌的影響 然後會有週期性的變化 生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一般的生殖週期裡面 比較常被提到的其實都是子宮內分的週期性變化 所以28天29天那個週期變化 就是子宮內分週期或者是成為月經週期 可是因為主要的關鍵是這種週期 它比較好觀察 可是它背後如果你追錯它的原因的話 你們可以一路從哪裡開始追呢 就是第一個 因為整個生殖主導權多在內分泌系統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去追那個下達生殖週期準備的那個命令來源呢 基本上要追到夏思秋 所以夏思秋呢有一些基礎 基本上它跟那個內分泌一切相關 所以它先發出一個指標 那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這個概念 就是通常夏思秋在執行某一個命令的時候 常常要透過腦垂線 那這個地方所牽涉到的是腦垂線前沿 因為後葉就在那裡的基礎 你們大家記得吧 一個叫抗力量基礎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叫催殘數 那你說催殘數跟生殖有沒有關用 可是它已經比較後段了 那抗力量基礎就更不用講了 它主要作用在那種斜光平花肌 或者是腎條管上面 所以那個部分看起來是跟摄殖沒有直接相關 好所以當夏思秋啟動生殖週期開始的時候 它會先下達一個指令 腦垂線前沿 也就是說它會分立某一個特定的基礎 然後去影響腦垂線的前沿 然後呢再透過腦垂線前沿 去影響一般線體 那因為現在是生殖 所以這個所謂的一般線體會是誰 就是卵巢 在這地方呢 卵巢基本上是性腺 角色是性腺 那如果男生那邊呢 基本上就是高彎 好 所以卵巢這地方接下來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你要從兩個層次來去看待它 第一個是 卵巢內呢 它會有構造上的改變 它會有黃的 有一開始有綠炮出現 那後來綠炮轉變成黃體 那個就是構造上的變化的問題 那因為綠炮跟黃體本身呢 它的部分細胞又代表的是內分泌 就是基礎提供的來源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要去追卵巢所分泌的這些相關的基礎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好所以它是性腺 它要直接執行生殖這項工作 那生殖這項工作 不是由它偏偏決定該不該做 所以往上追追到誰 追到腦缺線 直接影響卵巢的是腦缺線 對不對 那腦缺線基本上 通常它只是把命令轉一手 負責轉誰 就是夏思秋 所以我們以前講說 其實像夏思秋腦缺線 它那個角色 就非常像內分泌的中屬 然後那個位階的等同就像是腦 跟基者很一樣 可是因為我們開生的這個特質 所以當卵巢在執行生殖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在很多事情都要做的當下呢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要預備配排好法語的這個場所 所以它和卵巢分泌基礎 那我們講基礎一定有一個作用的對象 那個對象負責產生適當的反應 所以那個適當的對象到底是誰 基本上就是子宮 所以如果我剛講 一般來說 子宮內膜的週期性變化 或者俗稱的月經週期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觀察的 可是這是最後的結果 這在生殖週期當中 比較容易看到的變化 如果你往上追的話呢 要去追 那誰對子宮內膜直接傳承影響 這個是信線 對不對 那信線執行 生殖週期這件工作 往上追到 然後全線 往上追到夏思秋 所以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看出 那個內分密集 那個運作的複雜性 那這段我們到後面再補充一下 所以先把高二這個階段 需要知道的先進去 好 所以 我要先跳到那個子宮內膜週期 課本的介紹會從上往下介紹 可是因為我剛講 最近週期其實比較容易觀察 那我們就從比較容易觀察的部分 往回看 去追它的變因 好 所以你們有一張很偉大的圖 有沒有 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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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用這張圖 然後等一下上下回照 參考 沒有我都是結局一段一段來看 OK 所以說子宮內膜週期 是指子宮內膜厚度週期性的改變 那 要怎麼去定義那個週期的開始 其實這地方有一根很簡單的資料 好 就是當子宮內膜呢 開始不穩定 然後到它開始剝落 OK 我們就定義為是週期的開始的事件 那一直到子宮內膜 剝落到一定的程度 有沒有 留下一個肌臀的子宮內膜厚度這個狀態 嗯 這整個過程當中呢 持續時間 大概會需要四到五天左右 欸 黑板上的東西可以差嗎 不用留 之後 謝謝 謝謝 多謝 謝謝 不然有一個版面轉為寫答案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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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第1個階段,子宮內膜剝落的這個現象,持續的階段期間,我們就把它成這樣,新定期,俗稱的月定期 那因為,子宮剝落的時候,最明顯可以觀察到的特徵,就是硬道會有一些出血的這個現象,好,所以這個是子宮內膜周期的第1個階段,行經期 那,緊接著呢,就看不到的部分,接下來,子宮內膜剝落到一定程度之後呢,它會在適當的刺激之下,再度的,逐步的增加厚度 然後,你可能要先暫時拋開這條虛線,因為這條虛線對子宮內膜來說,其實你是看不到這個虛線的問題的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但這個時間點,市場要往上升高,所以你把虛線暫時遮掉的話,你會發現整個之後,子宮內膜剝落到一定維持一個基本的這個厚度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厚度逐漸的這個持續的增加,對不對,所以在這個期間裡面,看不到,看不到,這個是內部的這個改變 好,所以我們就把整個子宮內膜厚度的,後續的這個變化過程呢,想要再用一個方式去做一個區隔 什麼樣的區隔呢?因為前半段這段期間,這個厚度的增加,市場子宮內膜還沒有達到成熟 那怎麼樣的情況比較有達到成熟,第一個是厚度上,這段增厚的過程當中呢,它厚度還不足 對於配胎的左手來說的話,這個環境還是有點淡薄,厚度事實上會影響到配胎左手的穩定性 好,所以這個區鮮之後,再來看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厚度的狀況,果然會比前半段,這個厚度的發展呢,大好很多,這是其一 另外一個,你會發現它這個表面會有一些陷下去的部分,這個是子宮內膜表面的陷體 因為它是屬於黏膜組織,有分泌功能,還記得嗎?黏膜組織,那時候我們強調說,其實很多黏膜組織基本上會有分泌能力 所以,當子宮內膜達到一個組織發展比較健全的狀態的時候,它是有分泌功能的,所以這就是分泌的陷體 那它的分泌物呢,可以維持子宮內膜表面的這個活性狀態,預備,將來配胎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在接觸這個過程當中 基本上,那個表面活性是比較好的,所以它的分泌功能會正常,這是後半段的事情 OK好,那接下來再把虛線抓回來,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你把虛線遮掉,我怎麼會知道說,我怎麼去區隔前半段後半段,時間出一個嗎?這樣很開論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適當的時間的參考點,所以這條虛線,你先往上瞄一下,應該可以才發現 這個其實是追到源頭那個地方,有一個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我們拿那個事件來搭做,子宮內膜前半段正後跟後半段正後達成熟的一個時間切割 OK,對子宮內膜來講,它的厚度就是一路的持續發展,厚度達到最佳狀態,然後有良好的分泌功能 那那爬坡過程基本上,單純從子宮內膜來看,是看不出有時間上差別 OK,所以是抓上面的周期的變化,往下參考 好,所以這個事件的發生,以它為參考的時間點,我們把子宮內膜前半段的那個真後的時期呢,就把它稱之為真生期 如果你要用很白話的說法叫真後期,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有人講 然後後半段那個時期呢,因為它不只是厚度上再進一步更好 好,而且很重要的關鍵是,這些線體呢,它是具有分泌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特別去強調這個特質,而把第三個階段呢,稱之為叫做分泌期 那一般來說的話,行經期,大概你可以抓四到五天左右 行經期大概可以抓四到五天左右 那虛線之前的這個正生期呢,差不多可以持續十到十一天左右 這都是參考時間,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改變 那分泌期這段期間呢,約略會持續差不多十四天 所以為什麼加起來,總共的持續的時間是差不多二十八天、二十九天 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剛剛講,這是抓一個平均值來看 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子 所以這是子宮內膜周期,可是這是結果 這邊,子宮內膜它的厚度的變化,它是受到影響的 到底是受到誰影響?內分泌,激素 它是受到激素影響,而提供這個激素來源的是誰? 就是性限,亂潮 好,所以如果你在子宮內膜整個從剝落 子宮內膜的增厚這個持續的過程當中去追 所以,協議當中,卵巢所分泌相關的激素的變化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合理的 比如說子宮內膜為什麼會增透 這個是周期的開始 如果我們追到上一次周期即將結束的時候 你去追蹤某一個激素,就會發現 你去追蹤卵巢所分泌的兩個激素的濃度 就會發現,這個是不是等於是周期即將結束 對不對? 這是卵巢所分泌的兩個重要的激素 這個是周期即將結束的時候 那兩個激素的分泌狀況 你會發現它是在嚴重的走下坡 然後已經相對到達地點 OK,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因為這兩個激素的濃度嚴重不足 因為這兩個激素是刺激子宮內膜的主要刺激來源 所以當他們兩個的濃度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 子宮內膜沒有受到合理的刺激 對不對?合適的刺激 所以這時候呢,它就開始撐不住不穩定 然後呢,一直到它開始剝落 所以子宮內膜的剝落 基本上是因為這兩個激素的濃度很差 但你往前追更明顯 如果你一開始看雙面這貧品呢,貧品都沒什麼啊 因為所謂的好壞是相對的問題 你在往前追到上一次 周期急降結束之前 它曾經經歷了一個嚴重的濃度抖降的過程 然後來到一個相對的地點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周期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定義行經期是周期的開始? 因為它開始不穩定 然後內膜開始剝落 所以最原因子宮內膜會剝落是因為 最來的技術 一個叫重型素 一個叫黃體素 當他們在協議當中的濃度不足的情況之下 在對子宮內膜沒有辦法有效刺激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 那個額外增加出去的子宮內膜的厚度 是會開始剝落的 剝落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段期間叫做行經期嘛 所以行經期期間往上對到下去 動型素、黃體素的濃度都是低的 好,接下來就非常好認的 接下來整個子宮內膜的厚度的持續變化裡面呢 就是它有一個激素的濃度會非常混合 你把這個特別的地方遮掉就可以了 這裡 另外這個,這座山遮掉 那你現在去看 這邊子宮內膜持續的增痛 那往上對照上去 這是動型素 對不對 你看動型素 是不是一路這樣濃度逐步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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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地方,對照上來 它這個濃度的持續的增加 跟子宮內膜的厚度的變化的趨勢 是完全混合的 看出來沒 動型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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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星不看 這個三星不看 你看看整個變化的趨勢 再看子宮內膜厚度的變化趨勢 這完全是混合的 OK,所以 子宮內膜早期的厚度的變化 主導權在誰 你去看動型素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對照 寶體素是不是從子宮內膜剝落的那段時間開始 它之後還是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濃度上動型素很明顯的起身 你看 所以子宮內膜厚度的早期 然後那個能夠持續增後這個過程 主導權是落在動型素手上 你看 那這座山 這座山有它的意義在 我們要等到全部的講法再回過頭來看這座山 但你就看它的整個變化的趨勢 對不對 沒問題嘛 濃度持續的增加 對子宮內膜的刺激的強度越來越好 所以子宮內膜厚度就越來越好 你看 好 可是 在這座山之後 就很明顯 對不對 這時候另外一個基礎 就是 黃體素的濃度 是不是開始轉變越來越好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虛線之後呢 接下來你看 虛線之後 黃體素的濃度 甚至於會優於動型素 雖然動型素的濃度也不差 好 至少你跟前半段來比的話 就動型素自己來比 虛線之後跟虛線之前來比 還是比較好 好 但是就虛線之後來說 我們發現 真正比較是轉變成為主角的 會是誰 會是黃體素 好 那動型素這時候好像 感覺上 比較有點像配角這樣做 所以 子宮內膜的後期的發展裡面 它如果厚度要達到最好的狀態 好 要開始有正常的分泌後 這時候很明顯 因為有一些臨床上的經驗 要告訴我們 黃體素 這時候真的會比動型素還要重要 好 那這時候他們兩個都可以一起合作 好 讓腐功內膜 厚度達到完全 分泌的構成 達到正常 好 那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這時間大概是多久呢 以這個虛線來往後看的話 大概什麼時候 差不多撐了10天 好 而且它最好 最好撐住這10天 最好是11天 原因很簡單 子宮內膜的這個準備是為了誰 剛剛已經講過了 子宮內膜的後度準備是為了讓黑胎來著床 對不對 OK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一樣抓個平均指風 軟還軟 假設它在舒軟管裡面有機會受精 之後呢 然後它還在舒軟管裡面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進行有私分裂 然後繼續移動 好 等它移動到子宮呢 差不多已經 差不多第7天左右 好 然後 接觸子宮內膜到我們完成桌床 好 這個時間點 就差不多是第10天的 這一條虛線之後的第10天到第11天 對 在那之前最好 能夠維持子宮內膜這麼好 好 那 那所以 這樣你去看那個時間點很有趣的是 如果第10天 第11天 人感沒有任何黑胎著床的跡象 那是不是代表 這個週期期間裡面 所釋放出來的那個軟 應該就沒有受孕 對不對 所以黑胎沒有出現 所以 還需不需要維持這樣的環境 不用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 第24天 第25天之後 只夠內膜 是不是感覺厚度的變差了 有沒有 好 那你往上背罩上去 有沒有 黃體素 動情素 它的分泌狀況 已經在走下過了 對不對 所以 當 黃體素跟動情素的最佳狀態 差不多是在第21天左右 那大約在撐個3天 4天 它的濃度呢 抖降到一定的水準 好 這樣的濃度的快速的衰減呢 會導致子宮內膜呢 那個刺激強度開始變弱 所以它的厚度會有變差的跡象 OK嗎 好 那厚度變差 這還是其次 重量是因為無法得到有效的刺激 所以這整個組織的結構呢 就會開始變得比較不穩定 所以一直到 動情素 黃鐵素 它的濃度狀況真的變得很差了 對於子宮內膜 無法再形成有效的刺激 剛剛講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會導致什麼必然的結果 就是子宮內膜就開始剝弱 OK 所以子宮內膜會有剝弱的現象 就是給它們兩個人一起的 因為它們的濃度 快速的下降 然後維持一個低濃度 對於子宮內膜 無法形成有效的刺激 反過來說 子宮內膜想要征後 還是要靠當天的 那前半段這個刺激 主導的權是在動情素上 後半段呢 必須黃鐵素加進來 而且黃鐵素的重要性 可以高於動情素 可能說像子宮內膜的厚度 打到最佳 分泌功能打到最好 OK嗎 好 所以 卵巢這個地方 上次已經提到了 好 所以卵巢這個地方 它總共有兩個狀態 然後它們可以同時兼具兩個角色 第一個 短槽是性腺 它要負責產生配磁 第二個它要分泌性腺基礎 而短槽裡面 我們去追蹤這整個 周期性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 主要是動情素來分泌 因為一開始只有綠靠在變化 當一個未成熟的綠靠 OK 它是性腺 就是性腺裡面的 一小曲的這個構造 當綠靠呢 一個未成熟的綠靠受到適當的刺激 誰對它產生刺激就是腦淺 腦淺 腦淺 前夜可以分泌跟生殖相關的激素 名稱等一下再來談 先看 短槽這個地方 受到適當激素的刺激之後呢 那有個綠炮呢 會開始逐步的走入成熟過程 那這個成熟過程 最明顯的 所看到的就是 綠炮的體積越來越大 你看 所以 大致上來講 它的細胞數目 確實是逐步的增加 但是沒有等比例 因為 綠炮成熟的時候呢 事實上它綠炮槍 液體占據的空間其實還蠻明顯的 所以這些地方不是實行的 不過 這裡怎麼講 從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綠炮核心的地方呢 有一個生殖細胞正在承受 然後 第二個 周圍的這些綠炮細胞呢 就擔負著 動情素的分泌功能 所以 你就想說 當綠炮越大 綠炮細胞就越多 所以它們分泌的動情素的濃度就越好 那可以想想嗎 所以你看 那我就不切回去了 那綠炮越大 那剛剛 剛剛那個動情素 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有點平平的走個幾天 那之後是不是開始持續成功 對不對 所以 綠炮越成熟 基本上 動情素的分泌狀況就越好 那因為 這時候 不只是新鮮激素的問題 因為 綠炮要產生一個生殖細胞 對不對 好 所以 等綠炮達到一個成熟狀態的時候呢 它就會將生殖細胞釋放出來 這個動作叫做排卵 OK 時間點 這個虛線 看一下 我剛剛講的那個虛線 就是參考這裡 所以那綠炮達到一定成熟之後呢 這時候 它開始將生殖細胞釋放出去 這個過程叫做排卵 而排卵差不多發生的時間是第幾天 你看那個下面的時間點往上對照上去 這差不多是第14天 第15天 有沒有 所以剛剛那個子宮內膜的週期 區隔前半段的增生器 後半段的分離期 就是參考排卵這個時間的 你看它是有意義的 好 然後 排卵的時候 我們上次已經先提到了 就是因為卵的時候 有效期限真的太短了 所以排卵的時候 第一個留意這個小細節 就是它不是真正排卵細胞 而是排刺激短骨細胞 在第一次減速分裂做完的時候呢 就把刺激短骨細胞釋放出去 那等受精的時候呢 再去完成第二次減速分裂 用這種方式來拖時間 可以延長這個生殖細胞的有效期限 好 那排卵之後呢 應該說 接近在排卵這個過程當中刺產 綠泡的細胞已經開始 逐步的會發生出脂肪出脂 所以排卵之後就更明顯了 排卵之後剩餘的這些綠泡細胞 就轉變成為黃體 黃體之所以黃是因為這邊會有脂肪細胞開始出現 然後呢 因為這些脂肪細胞開始大量合成脂質 那因為脂質的大量堆積 使得它的顏色開始轉變 所以偏黃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黃體 所以 綠泡排卵之後 剩餘的細胞轉變成為黃體 黃體呢 大概 比較良好的狀態呢 差不多是虛線後 就是排卵之後呢 差不多到第七天 這七天之內 黃體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七天之後呢 就開始走入萎縮 OK 那黃體呢 它延續當初 綠泡細胞的分泌能力 所以它也可能分泌那個 動聽素 比如說剛剛那個 激素的分泌 有沒有發現剛剛那個排卵這些虛線 有沒有 大概在這個虛線附近 黃體素是不是開始 一定有增加的趨勢 對不對 就是因為它 所以黃體素可以分泌得很好 你對照上去 黃體的功能最好的時候 往下對照下來 它是不是一定都是一天堆 OK 所以黃體黃體 黃體素基本上 我們要去強調的是 它還額外 可以增加另外一個基礎的分泌 就是黃體素 所以黃體素要等到 黃體出現之後 它的濃度才會非常的明顯 而 後期當中子宮內膜 能夠達到成熟狀態 那個黃體素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綠炮不是後來就沒功能的 綠炮轉變成黃體素之後 延續動體素的分泌 然後再額外增加黃體素的分泌 這個對子宮內膜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過很不行的是 它能撐 最佳狀態撐到七天 之後呢 它就開始衰退 在衰退到分泌能力很差之前 還可以撐個三天左右 OK 好 所以剛剛講的 你以性限來說的話 你看 這種是 等於是顯微鏡底下 我們可以觀察得到的變化 這是構造上的問題 對不對 短巢內 某一群細胞所形成的結構 所以 在子宮內膜周期 我們可以把它切割成三個時期 就是行經期 生生期 跟生命期 對不對 可是你看短巢這邊呢 短巢的周期 如果你從構造面來去談 它的周期進行變化 也是三個時期 好 那第一個時期是誰 你看 前半段 這差不多14天左右的 是 綠炮 好 綠炮型 對不對 然後 綠炮成熟的那一刻 並將生殖細胞釋放 那個是幾個小時的事情 雖然只是幾個小時的事情 這是不是短巢內的變化 OK 還是要把它列為是一個時期 所以這個就叫做排卵型 這個給我翻畫了 然後排卵之後呢 主要的構造下 都是以黃體 好 會主角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稱為 叫做黃體期 所以拿排卵那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 那個綠炮期 綠炮期 綠炮期是等於涵蓋的誰 綠炮期的時間長度 是不是等同於是 你把行精期加生生期 對不對 然後分泌期 是不是等同於是 在看黃體期 所以為什麼要把那個虛線抓下來 因為這樣的話 紫動內膜你可以虛分分農的階段 這是一個方便的地方 好 那 接下來就是比較麻煩的問題 它是新線 所以 它所分辨的基數呢 它所分辨的基數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看過的 動情數跟黃體數的變化 再回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接下來往上追 你們那個上下可以對照比較方便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 綠炮越大 對不對 它的分泌功能就越好 不過早期之後展現在誰 動情助手的身上 OK OK 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就是排卵這個時間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黃體數的濃度 明顯的 從這個虛線這個附近開始 然後大幅增加 然後 這時候它的功能 不是說取代 就是會比那個動情數 還要在這個狀況 對不對 那這段期間 剛剛講嘛 你從它的分泌功能很好 它對待這個地方是差不多21 17線左右 這個黃體達到最成熟的狀態 這個時間 之後開始 就逐步的開始走入衰退 那不是一開始衰退 它能力就變很差 還是可以撐個幾天 這樣看出來齁 好 所以 基礎這邊 化學物質的濃度變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你只能去看那個趨勢 那很不幸的 你得把這個土的變化稍微倒映一下 這樣的話會比較容易分析問題 這樣子 當然題目也會給你啦 所以當你看到題目有一些這樣的激度濃度變化 你可能要很有Sense的 看到那個圖形的趨勢 大概就可以感受到 他到底在講哪一種技術 很不幸的 是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 那 卵巢受到誰影響 誰的激素會去 誰的激素會去影響到卵巢 腦絕線前夜 分泌的激素會對短巢全身影響 影響前半段的激炮的發生 影響排卵 影響排卵出後激炮剩餘的細胞轉變成黃體 腦絕線基本上會分泌兩個激素來影響短巢 第一個叫做FSH 另一個叫做LH 那個 激炮次激素 另外一個翻譯名詞也很常用 觸激炮成熟技術 你們上場有什麼問題到時候 然後另外一個是黃體成長技術 因為馬上還叫做黃體刺技術 好 那代號也很重要 這代號算常用 所以 FSH它叫做綠炮次技術 或者是觸激炮成熟技術 一看名字就知道 激炮的成熟過程 誰啟動有一個新的激炮 開始走路發展過程 就是它 什麼時間點啟動 往上對下來 往上對下來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奇怪 就是 你現在看 那個線應該還看得清楚 你看那個周期一開始的時候 FSH正在走下坡 有點奇怪 如果它要被軟炮產生刺激 理論上它的濃度 因為這濃度好壞是想對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很詭異 它的濃度是在走下坡 所以只看這個地方一樣 只看這裡 不准 請再往前追 上一個周期要結束的時候 你看 它在發生什麼變化 有的說 那個時間 周期一開始的時間點 這邊正在濃度逐步的增加 所以等於是那個時間點 啟動周期開始的時候 它完成它的工作 所以它的濃度才會下降 對不對 OK 所以 它的濃度 在上一個周期結束之前 逐步的開始增加 增加到一定的濃度高度的強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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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濃度好了 就這個濃度條件 這段期間裡面 濃度的高度 如果不降下來 會怎麼樣 就按每天 給你一個新的濃度好成熟 所以28天之後 每天 提供一個軟件 你用對不對 就用14天之後 每天提供一個軟件 你用 對不對 所以你口氣要在一個月之內 懷孕28胎 這樣子嗎 對不對 好 可以你解嗎 它的濃度不適合一直持續的很高 OK 所以應該知道現在 在人工生殖的抵血上面 有一個 就是要做試管嬰惹的話 對不對 是不是要短時間採集很多的軟 這樣這叫做法怎麼做的吧 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 我們體內的激素 就是會這樣子調節 如果你要刻意 長過軟巢 在短時間之內 持續的產生很多的濃炮 對不對 然後產生很多的軟 所以解決辦法是什麼 這個外加嗎 就打那個 這樣 就這個 就持續加 持續加 就每天打每天打 這樣子 所以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累積非常多的那個 成熟濃 你看 所以 它的刺激 做完了 它就開始甩盾 所以它不能一直持續 維持那個高濃度狀態 好 所以啟動的運號成熟過程之後呢 它的角色就降下來了 然後請問 請問 當FSH再降下來 就是它的濃度 相對在低档的時候 往上對照上去看看 剛剛的洞田素在哪裡 就是相對逐步的濃度是越來越好 對不對 可是FSH 它做完它的事情之後 它的濃度就一直要往下降 好 另外一個基礎呢 你是看這個地方 不見得看得出的所以 所以 LH 黃體成長係數 其實基礎 看它的名字也知道 跟黃體有關 但前半段這個時期 事實上 我們還看不出 它真正能夠發揮的功能 真正能夠看到 它發揮功能的時間點是在哪裡 看這條虛線 這條虛線 發生的事情是 就是海卵 然後就在接近這條虛線之前 你去看 FSH跟LH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前半段 這是後半段 怎麼會在這個虛線 之前附近的時候呢 突然間 FSH跟LH 分泌 突然間飄上去 有沒有 然後火柱打下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綠泡看乾排卵 就是由他們兩個啟動 由FSH跟LH 在排卵前一刻 剛綠泡成熟的時候 由他們兩個呢 突然拉高濃度 對於綠泡產生刺激 而引發了排卵這個動作 這樣 OK喔 這很重要 所以排卵是由他們兩個共同的做的 好 緊接著排卵之後呢 比較能夠看得出 比如黃體呢 接下來呢 可以刺激 綠泡的這些剩餘細胞 然後開始轉變成 就是轉變成黃體發展 好 但是其實 你看 它的濃度很快的就降起來了 好 所以它的角色 LH的角色 是從排卵的那一刻 開始發揮功能 好 這時候 排卵 然後剩餘綠泡轉黃體 然後它的濃度呢 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對於黃體的刺激效果 差不多7天 好 之後濃度會越來越長 所以之後黃體再也維持不住了 7天之後 排卵後 7天之後 基本上就不再有 有效維持的時候 黃體是逐步的走入萎縮 黃體萎縮 黃體素的分泌功能就越來越差 連帶的洞前素的分泌功能就越來越差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地方 當黃體在萎縮的時候 動前素跟黃體素 它的濃度是快速衰減的 對不對 那你去參照這個地方 這段期間裡面 LH或FSH它的濃度 是不是也在相對抵達 對不對 好 所以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週期快結束的時候 才由FSH率先提到濃度 這時候又預備 再刺激新的一顆濃度 假設沒有正常受孕了嗎 那看出來就沒 好 所以 整個週期變化當中 這是幾個 那夏思秋斗分泌的激素 口頭先提一下 可是高三再來 夏思秋到底釋放什麼樣的激素 來去影響腦水腺前液 這個激素叫GNRH 就是這個名稱上超囉嗦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先背 夏思秋的那個釋放的 促性腺素世術 你去念好了 可是通常不喜歡用這個 我喜歡後面用四個字的版本 好 促性腺 它是指促進 我那時候講過 只要是腦垂線前液分泌的很多激素 是不是前面可以加個促進的促 比如說像FSH的另外一個翻譯就很好用 對不對 它叫做促綠套成熟激素 一看到那個促進的字眼 我們就知道誰分泌的腦垂線 好 現在問題是腦垂線總共有兩個激素 FSH跟LH 對不對 所以 夏思秋分泌的激素 主要是刺激這兩個激素的分泌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促性腺激素 再加四個字 叫釋放激素 促進它分泌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名字上 激素的名字上 後面跟著這四個字 比如說 促甲狀腺激素 釋放激素 對不對 促甲狀腺激素誰分泌 然後全線前頁 那促甲狀腺激素 釋放激素誰分泌 夏思秋 那這種命名規則蠻好用的 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各有所好這樣子 所以現在其實名字還蠻亂 名字亂 其實最大的缺點就是 很不好記 這樣 好 接下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 腦垂線當然它會下達指令給卵巢 有沒有 所以 這個指令很重要 那個LH跟FSH 濃度突然飆上去 這個強烈的刺激 對排卵這個動作很重要 那問題是 那腦垂線怎麼會知道什麼時間點 我應該要對卵巢 產生這個非常強烈的刺激 然後引導它去釋出生殖細胞 聽懂我意思嗎 刺激反應刺激反應 你一定是有所依據 然後才產生這個反應 對不對 所以 腦垂線一定有一些根據 所以 它才知道說 我現在要提高 比如說FSH跟LH的濃度 然後對於濾炮產生強烈刺激效果 讓它釋放有生殖細胞 沒錯吧 所以 那個證據在哪裡 那證據在哪裡 這個 你們圖 你們圖是上下疊起來的 應該要看得更明顯 哪一個證據可以做為 然後垂涎判斷說我現在應該要趕快將FSH跟LH的總數直接飆上去 那個圖又是上下跌,應該看出來沒 就是剛剛沒解決的 你看這座山出現的時間點 再去看LH跟FSH飆上去那個時間點 是不是剛剛好有一個前後關係 看到沒 這樣就夠充分吧 腦垂涎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濾泡真的成熟了 一路整個動靴素的分泌狀況這樣一路往上爬上去 這個山峰的高點是代表的就是濾泡最成熟 它的分泌功能最佳 所以反過來說這個時候濾泡是不是應該就是成熟了 對不對 所以當腦垂涎去感受到說 動靴素現在的分泌濃度達到一個非常高峰期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證據的 告訴我現在應該要把FSH跟LH的分泌 對不對大幅提高 然後用來刺激濾泡釋出暖細胞 這樣有沒有感受到內症密系統運作的複雜性 對齁 好 一定會考 一定會考 所以你看 這還算簡單 這個有名詞可以背的算簡單 對不對 你看子宮內摩的三個週期 你看卵巢的這個三個週期 三個階段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有名詞可以背的這都比較簡單 真正比較難的是什麼 這種濃度變化它只是一個曲線的起伏 對不對 所以你總共有四條線 慢慢你烙印在腦袋裡面 FSH LH 動靴素 黃靴素 這四條曲線的變化 就把它塞進去 就對了 好 那你有參考點 好處是說你有參考點 你可以往下參考誰 FgoName的變化 往上參考誰 轉朝裡面的構造變化 所以 那既然28天29天 基本上是一個參考時間點 所以問題來了 所以 有些人基本上 它的月定週期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比如說短到可能 甚至於24天甚至更短 就有可能 那有些比較長的 甚至可以長到35天以上 對不對 所以那個 月定週期的長短 主要的變化 其實是由哪裡產生影響的 就是時間差 誤差怎麼會很大 這不只是不同人喔 對不對 同一個人 比如說 就 就 就這個月 對不對 然後每天呢 那個 早餐喝一杯冰豆漿 然後幫忙還要喝一杯冰飲料 對不對 然後 照 這個 一三五 熬夜 然後 那個 二四休息 稍微 那個 九點就直接躺平睡覺 假設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 生活過得非常有變化 那這樣講到比較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反應 不對 這次那個月定期的時間怎麼好像 跟上一次就很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 飲食 作息等等 其實也會影響到月定週期的變化 那個變化的差距 最大的其實在哪裡 我們發現通常 黃體達到最成熟的時間 以及黃體 緩縮退化所需要花的時間 真的就差不多在那四天 四五天 這段期間的變化其實很小 所以 真正的關鍵 月定週期為什麼差距可能會拉得很大 哪怕是同一個人 主要的關鍵就是這個 然後 綠炮的發育的時間 會有明顯的不同 一個是個體之間的不同 你可能是遺傳上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 可能是作息上 可能是飲食習慣上 所以 連你自己本身 搞不好 作息性都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 光這種事情 告訴你 作息要正常 你告訴你飲食習慣要正常 然後不要亂吃 對不對 這個已經更明顯地提醒你 這是你什麼時候不正常的 這樣 好 所以 禮拜三 就是現在生小孩那些事情 就結束了 這禮拜 就是 尊心 第一個 慢慢把整個的秩序顧好 讓大家 每個人都有充足的時間念書 然後 其他剩餘的事情 就是還沒有弄完的這些 就我來處理就好了 反正到時候考完的時候 我會跟你們講 如果中間 我可能 有一些東西 我會直接貼出來 先讓你看一下 這樣子 那 這段期間到下禮拜的準備 把你的戰鬥力提升到120%